接下來題目是一樣的 就是要注意一下什麼融化、氣化、凝結、凝固的問題 絕熱良好,表示不會有散熱 200公克、100度C的熱水 平溫就變0度,要加多少冰塊 要加多少冰塊 最後要變成0度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LT加M乘以Q 你的冰塊是0度 所以冰塊就最多是從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水 所以它就只有一段 就只有一段 冰變水就好 而且應該是要最少表示說 完全化成水 完全化成水 沒有留下冰塊 這樣是最少 所以需要冰塊這麼多 然後融化會吸熱 所以 左邊 2M sΔT 100度C的水變0度C的水 2M sΔT 簡單 小問題 那這個呢 60度C的水 要降到0度 要加多少冰塊 跟剛才差不多 基本上是一樣 就是剛剛講過了 通常的第一個練習就是跟立體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 但是想法觀念都一樣 然後第二個練習就可能會改位之數 或者怎麼樣 稍微條件換一下 或問的問題換一下 就講過了 那跟剛才基本上是相同的 好 60度C的水要降到0度 然後呢 0度C的冰塊要變成0度C的水 然後呢 通通變成水 所以是最少 不會有剩下冰 不會有剩下冰 就最少 那這樣子應該是多少 這樣子應該是多少 來 我們找可愛大帥哥問 可愛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24 24號 繼續微笑中 每個站起來都跟我微笑 然後跟我說我不會 然後不斷的傷害老師的自尊心 多少 36 26 你答案是26 誰告訴你答案 跟剛才一樣啊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啊 然後怎麼算熱 H等於MA加L加M乘以Q啊 然後呢 這裡面呢 60度的降溫 就是直接從60降到0嘛 溫度變化 M S T嘛 然後呢 冰塊就是 冰變水嘛 0度C的冰變0度C的水 所以叫做M乘以Q嘛 所以呢 就這樣列式啊 左邊 左邊 我們的溫水放熱 M S T 右邊是 冰塊的吸熱 M乘以Q M乘以Q 然後呢 就可以列式 算完 1 然後呢 然後呢 150 OK嗎 OK 最後 這裡有80公克的冰 然後丟到160個83度的水 平溫度25度 然後大家問冰塊原來溫度多少 所以這個冰塊的 顯然一開始不是0度嘛 可能是譬如說-5度 所以這個冰塊的吸熱 應該會有一個從 某某溫度的冰塊 升到變成0度C的冰 然後再從0度C的冰 要變成0度C的水 再從0度C的水 最後變成25度C的水 最後變成25度C的水 然後那個160公克的83度 就是直接從83度降到25 那就是一個M SΔT 溫度變化 所以放熱就是一段 可是吸熱呢 看起來應該有幾段呢 看起來應該有三段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要分段去算 想法還是一樣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 SΔT加M乘以Q 你要知道它分幾段 一段一段的算 然後把它加起來 它總共的吸熱或總共的放熱 OK 請問你 冰塊原來溫度有多少 這樣子 冰塊原來有多少 好 它應該是多少 剛剛跟你講過了 這個冰顯然它的吸熱 是有三段 它吸熱應該是有三段 然後呢 你就要分三段去寫 有溫度變化的代 H等於M SRT 每溫度變化的代 H等於M乘以Q 大美女 它應該多少 來 換一位大美女 有大美女嗎 有 十四 十四號 十四號 負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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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溫度負二十 超級 一樣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公式H等於M加加M乘以Q 剛剛跟你講過了 這個冰塊吸熱有三段 所以你要分三段去寫它的吸熱 所以呢 上面的最左邊 就是一百六十公克83度C的熱水 放热 H等于MSΔT 右边 我的最上面的80乘0.05 那个是从T度C的冰 变成0度C的冰 变成0度C的冰 然后呢下面 内行的左边80乘80 M乘以Q 是0度C的冰 变成0度C的水 然后在最后 80乘以1乘以25减0 是从0度C的水 变成25度C的水 所以我说你要做它分几段 然后分别列四 放进去加起来 才是全部的吸热或者是放热 然后就把四指列完了 四指列完之后就是数学了 认真努力算数学 所以负二十度 所以就负二十度 所以这里加上融化气化问题的时候 基本想法没有改变 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 公式稍微变了一下 变成H等于MSRT加上M乘以Q 跟你讲过这两个式子不会同时出现 所以你要注意它的吸放热 到底分了几段 有温度变化的那一段 带H等于MSRT 没温度变化的那一段 要带H等于M乘以Q 然后把它分段 分别写出来 最后总部加起来 就变成真正的吸热或者是放热 答案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做法 练习 可以吗 OK吗 OK 很好 请写课位练习